我刚进门口 然后呢 保安队长说 你算 然后说 把我骂了一句 他说什么 你还骂 上去就杀了一巴掌 嚣张女子和保安起冲突 大骂保安看门狗 并且删起同伴巴掌 不料下一秒就被对方直接打进医院 现在很多小区的大门口都有门禁 可就在前几天 西安取江小区的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 竟然为了刷门禁的事大打出手 随后记者在中铁一局西安中心医院住院部 受伤的卢女士还在接受治疗 头闷头张也说不了话 病床上卢女士痛苦地用冰袋捂着双眼 根本没有任何力气说话 而卢女士的女儿说 7月8号下午 她的弟弟从外面进他们居住的曲江淋雨小区大门市 被物业保安出言羞辱 后来双方发生了冲突之后 她母亲在冲突中受了伤 通过卢女士的女儿记者了解到 如今母亲又眼缝了八针 鼻骨也骨折了 而之后据当时在场的卢女士的儿子小峰说 事发当天她只是希望保安给刷门禁卡让她进入小区 可此时保安却狗眼看人低 质问她必须要带门禁卡 眼前这个小伙子就是卢女士的儿子小峰 据小峰说 事发当天保安看自己不是这个小区的主 于是便态度轻视 扬言我虽然是保安 但不是给开大门的 而听到这一项心气高的小峰也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双方为此发生了争吵 随后眼看着周围的群众越为越多 保安队长也立马赶过来了 此时面对镜头 保安队长议正言辞得的表示 作为保安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提醒业主携带门禁卡 所以此次事件 完全是因为对方恶语相向 瞧不起保安引起的 而当时双方在争吵的时候 物业一名水电工正好路过 所以才把当事人小峰极力劝到一边 此时当事人小峰告诉记者 自己那回之所以会没有控制住情绪 完全是因为对方一个臭保安就看不起自己 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 而对此保安队长却表示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相反 是因为小峰先出言诋毁 骂他们保安人员是看门狗 这任谁也是接受不了的 为此双方的争吵一直没有停止 随后在楼上的小峰的父母还有姐姐三人 看到弟弟被欺负 立马闻讯赶来 紧接着冲突立马升级了 监控显示 物业水电工和小峰姐姐争吵的过程中 卢女士上前推了水电工 但是水电工也不是好惹的 于是立马也回推了卢女士一下 此时恼羞成怒的卢女士仗着人多势众 于是便一把抓住水电工衣领 并且朝着对方的面部狠狠打了过去 也正是这时水电工为了自保回击了一拳后 卢女士便鼻青脸肿 手捂住面部 而眼看着母亲被人欺负 卢女士的家人自然是不会放膜 于是立马又一起和水电工双方扭打在一起 此时一旁的保安慌了神 也没有劝住 随后为了防止事态扩大 便有人抱了紧 最后对于这起打架事件 物业公司负责人王总也明确站出来表示 不管这次事件谁对谁错 但是作为物业方与业主发生肢体冲突肯定是不妥的 所以就这一点 王总代表公司向社会大众表达了歉意 并表示自己也一定会到医院进行慰问 帮其垫付所有的医药费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